嗨嗨,我是羽繪之兔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來 今天我們要來講什麼呢? 也是來講FB粉絲團 FB粉絲團有一個叫做自動回復 像是機器人一樣 只要你給他一個訊息 那他就會自動回復你 就像這樣子 謝謝你的訊息 目前我並非營業時間 因此我沒有辦法無法回復你 類似這樣子的訊息 那你可以在這邊做設定 比如說你歡迎光臨是要怎樣的一個訊息 那離線的話是否要自動即時的回復 然後還可以制定問題 然後回復意見的回饋 比如說粉絲團獲得推薦 粉絲團未獲得推薦 以及工作等等 你可以去設定相關的關鍵字 那只要對方點了相關的關鍵字之後 那他就會這個MACE局的機器人 就會自動幫你做回復 說他可以給你一個基礎的模板 讓你可以去下載 那這就是我的粉絲團目前的狀況 那先來教你要什麼用 進入教學之前 也不要忘了給我訂閱 按讚分享留言給需要的朋友 有一個設定 那你就會看到 進階訊息這邊 那你就可以做到一般的設定 然後跟這個英文我不會念 然後探索跟數量 訊息變數量龐大的話 一般的設定你可以設定是所有的回復都是自動 或者是由真人提供 或是回復是自動操作的 在剛剛的地方設定完了之後 我們要去設定他的訊息 所以我們來到了訊息這一邊 這個訊息 那這邊就會有一般的設定 跟開啟MACE局的對話 MACE局的對話 就是類似我剛剛的東西 跟MACE局的對話過程中 就是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模板 那我這邊一般設定的是打開的 那自動回復的話 我就會選擇問候 那你自己可以選擇 去變更 那我一開始的對話是說 欸歡迎你到了我的私訊 有什麼想法和意見你就留下 那這是我MACE局的網址 那你也可以將MACE局新增到你的網站 然後對話的過程 你可以去設定你要怎樣的 然後現在目前的一個新功能就是 你可以顯示說是誰回應你的 那這個就是剛剛的部分 這些自動回復的部分 那你可以去玩玩看 這些都可以去變動 這個是比較新一點點的東西 那設定上面會有點稍微你要去找一下這個位置在哪裡 那我都是有開啟對話的 然後你也可以新增網址到你的MACE局面 然後可以有外掛程式展開對話等等等等的 那你也可以選擇語言 那這邊問候語就是 它本來是英文的 Hi How can you help you 那你就可以 比如說 Hi 你需要怎樣的幫忙 請留言 我會盡快回覆你 那然後就會出現這個 平均回覆的時間是 是立刻 然後恢復都不錯 然後就可以儲存了 然後就可以繼續了 那它就會問你說 欸你這個色彩是要顯示什麼樣的影色 所以 威爾卡 然後這邊然後現在會再給下一句 然後你不變更的話就繼續 那這邊是 呃 外掛程式的 比如說 我是Manyetrain這一些的 呃 這個你就不用理它沒關係 你可以說 呃 制定安裝嘛 然後或是指定給 這個我就 設定這樣子吧 然後就按完成 那就 就這樣 外掛程式這樣就完成 所以當有人去跟你 它就會顯示這一段話 然後 這是很多 比如說 你有在用賣場啦 或者是 你想要讓 你的 呃 粉絲知道你的訊息 比如說 呃 他要什麼菜單的訊息啦 或者是 想要知道你的 YouTube頻道啦 IG頻道 你這一些都可以 根據你的不同去做 不一樣的變化 那這邊還可以說 誰代 代表了你 在這個粉絲頁發訊息 那用戶可以選擇 這個名字 來去 跟他私訊就對了 但這個我不會開啦 因為 也就我一個人而已 那所以 設定這邊 很多新的功能 你都可以去玩玩看 那今天的教學 就這樣子囉 不知道你有沒有 學習到這個 粉絲專業的一個 小小的 回復小助手 那有更進階的話 就是 使用 Mini Train Mini Train 是可以免費的 可以做到更多的 進階的功能 那這個 FB上面 目前他自己 本身的功能 會是比較陽春一點 比較沒有辦法 去設定比較多的東西 所以 陽春版 可以先用一用看 那真的 你想要學習的話 你就可以去搜尋相關的資訊 OK 那今天的影片 就這樣子囉 希望你有學習到 那語域之杜希望你看我的影片 想到你有美好的一天 那喜歡這樣子的叫聲影片 也不要忘了給我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今ここにいる 今ここにいる